9月28日,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挖泳决赛 中国选手叶诗文2分23秒84夺得金牌 这是中国游泳队杭州亚运第21金 同时也是中国代表团的第86枚金牌 今年是老江叶诗文时隔9年之后再次参加亚运会 收获金牌,不负努力 在女子200米挖泳决赛中摘金后 叶诗文结束了在本届亚运会的全部比赛 此前,他还在女子200米混合泳中获得一枚银牌 据悉,叶诗文上次亚运会获得金牌还是在2014年 时隔多年后,小叶子再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叶诗文说,以一金一银结束亚运会比赛 自己已付出了100%的努力 成绩和预想还是有一些差距 还需要从训练中总结问题 希望东迅能够打一个扎扎实实的底子 为明年做准备 叶诗文在本届亚运会状态不俗 当被问及是否处于职业生涯巅峰时 他说,目前的自己还不算是巅峰 在自己心里其实并没有巅峰的限制 曾经可能会觉得2012年是巅峰 但现在会觉得自己还会有下一个巅峰 他说,自己在杭州家门口拿金牌感觉很过瘾 提升了备战巴黎奥运会的信心 这次比赛确实给我增长了不少自信 希望接下来会有更扎实的训练 希望自己能被选上参加巴黎奥运会 请 понравregнес bibli〇丽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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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与种